哇塞 你知道家是不是太少了 不不不 等一下可以再補 這是我由時來錄節目 喝到現在 最濃的一次 來 你要來囉 太快了吧 好快喔 我不是穿厚上嗎 真的喔 我等不及了 第二支等級了 人家秀這個都會像印度拉長 真的喔 我沒辦法 真的我沒辦法 對 第三支 所以這個是調酒喔 對 這葡萄酒 這也葡萄酒 最上面的葡萄酒 哇塞 你這樣加是不是太少了 不不不 等一下可以再補 那這樣子我們應該先過來先吃 對啊 我也有點打亂 那個米粉的香味還在我嘴巴 我們要不要趁我把它講完 好 我幫我再講 多一點 這麼多 好好吃喔 就四個字 這客家米粉 有一種媽媽的味道 而且米粉我們一般吃起來會乾燉 對 它沒有 它有點濕 天啊 好好吞 你這次很強耶 這是我尤其來錄節目喝到現在 最濃的一次 它其實最底下是葡萄酒 然後中間應該是有一些葡萄汁吧 然後最上面兩層也是酒 那喝起來第一口 我剛沒有混散的時候是有點濃 但是一混散了之後 其實是滿甜 滿清爽的 但我要喝的是這個老闆這邊特製的這個 手沖黑咖啡 這邊只有在這裡才喝得到 重點就是它的特色就是 一上來的時候你會以為它是那個黑啤酒 因為它的泡泡非常的厚 而且是喝完之後 不是黑啤啊 不是…喝完之後它泡泡還會一直在 咪咪 它的泡很好喝耶 它這個泡會有點像慕斯的那種感覺 就它還在嘴巴上面 然後會有另外一種香味 就當你喝完之後你再去抿一下的時候 它感覺咖啡的會Double還是這樣子 會有另外一種香氣感 你可以吃吃看那個咖哩雞排啊 這也是這裡厲害的耶 有雞排跟豬排兩種可以選擇 這雞排看起來炸得非常嚴重 就它們感覺就是直接… 好酥喔 我出幾次了 它只要有酥你就是投過去 它真的好脆喔 而且你吃起來不是那種粉的脆耶 有沒有 它那個粉就是… 好薄… 有調過的啦 因為它的粉就有味道了 怎麼這麼薄 我剛剛吃到一點點 你看它那個咖哩醬 很香耶 但是雞肉太得分了 老闆的媽媽 對 每一天的湯都不一樣 她會去猜想看今天有什麼料 她就煮整個湯 這碗湯可厲害了 你喝 它那個湯頭有排骨酥的味道 那個湯頭你會愛死 是不是有排骨酥的味道 這為什麼 應該… 應該是它牛蔥吧 不知道 但是加那個菜之後就是吃到它 它就不是簡簡單單的清湯用感覺 可是你應該想去撈那個排骨酥出來 但沒有排骨酥是夠的 它有肉味啊 嗯 好喝耶 這個有出我的意料 聖餐吃完了 嗯 介紹甜點 這是蔥底啊 哇塞 它還有秘密槽在裡面啦 算了 我還沒咬到是不是 對 還沒有咬到啦 我還想說怎麼會被照圍到 妳想想看花蓮的特產是什麼 它把這個特產結合在鬆餅裡面 有嗎 對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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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開心嘛 就吃起來的時候 就是會有點幸福的那種感覺 太棒了 對 失敗 太棒了 這是我們 entrepreneurs 我們會不會這麼用